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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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这边 谢谢 好 谢谢 这边 谢谢 今天你会合了 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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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到自己的布局中这书可以到得这么早 然后也很庆幸自己是为自己最喜欢专业权重啊 需要未来自己可以在北域好好学习 早日构建起中国与他国交流的文化桥梁 终于一天你所经历的一切会成为你的力量 好 算了 那我看一下可以吗 我看一下这就也在二十一段一段 好 他的完全是用 但是你说负义的 就是他在我很难做 就很学不下去的时候 一直鼓励着我 就我一直坚信着 就不管现在你学的习 有没有获得成果 就是但他总有一天 你经历过那些东西 他会成为你的力量 他总有一天会就得到回报 所以我就觉得 反正这句话一直激励的 我走到了今天 所以我就想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对 那其实你未来将会从事职业 你有缘回一个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比较喜欢 就是当书籍之间的翻译 就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看外国书 但是有些时候看外文书的时候 就它会有一些语句 就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地方 就很不通顺的地方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想 如果说翻译一个国家的作品之后 你先了解它那个国家的文化 因为翻译毕竟是一个文化之间的交流 你要了解它的文化 了解它的就是作者的那个情感 和他们日本人的情感 或者美国人英国人这样的情感 然后你就再了解到 他们自己内心想了什么时候 你才可以翻译出更好的作品 我觉得翻译它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想通过自己的 就是努力 想去当一个能翻译出这样的作品 因为感觉中国也有很多很好的作品 但是因为可能很多 因为翻译可能比较难的问题 可能很多都没有走出 就是中国的大门 所以我想也想把这些作品 就传播出去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你现在智能的翻译 已经很流行了 而且发展越来越好了 可能在你整个大选四年之后 你怕出生的时候 从事你这样的专业 你觉得智能专业和你现在的一个人工去翻译 会不会有一个竞争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替代的 但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替代的 就像现在电子书 永远都无法真正的替代 纸质书的那种感觉一样 就是我觉得可能 就算智能翻译再厉害 它也不能说去了解整个国家的文化 然后在那个人特定的角色心里 去翻译出就是正确的 它可能只是在一个语句通顺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很喜欢看书 或者说看书看到一个境界之后 你就会发现大部分人工翻译 都是就是不会符合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 现在大学四年的话 有没有一个什么计划 比如说我可能特别想加入某个社团 或者想干一些什么事在大学里完成 在大学里头我比较喜欢就是手杖那一类 或者动漫那一类 会比较喜欢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可能 但没有说特别想指定加入哪个社团 因为我想在大学就自己已经会了东西 我想自己钻研一下 我想去在大学挑战一些没有经历过的东西 就是想看看自己还有什么别的潜能 还是现在现在不知道自己潜能在哪里 有没有很期待自己大学的室友啊同学啊 我特别期待宿舍生活 我还没有住过宿舍 之前都是每天都回家走路的这样